自从名义用拼刀刀的方式 为塔尔度过开店危机后 取货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店铺内居然有大半伪造票号 官爷接到举报来查封布行 有店内伙计密报掌柜伪造号牌拒不对线货品 依据五朝律法实属诈欺 官爷要查封布行清理整肃 塔尔让官爷明察 票号并非本店伪造 因为伪造票号需要兑换更多的沐云纱 对店铺没有半点好处 官爷也觉得言之有理 又要带塔尔回衙门 在没收所有号牌进行查验 顾客却不愿意了 吵着闹着要让塔尔交出沐云纱 这时苏文星及时出现 苏文星愿意将二房里的沐云纱戒调给塔尔 帮助塔尔度过此次危机 但是苏文星有一个条件 以后这家布行由他们两家共同管理 没办法的塔尔只能答应 但要先立个字句 苏文星也爽快答应 两人在字句上盖章之际 宁毅出现了 戏眼的也差不多了 该说网抓贼了 苏文星听得一头雾水 塔尔让洗掌柜取来一碗水 塔尔将两张票号分别浸泡在水中 真票号的右下角出现一个坛子 这一切其实都是两人密谋好的 宁毅在发出票号之前 就已经想到会有人存心捣乱制造假票号 他们提前留了后手 塔尔将真假票号拿给顾客和官爷们看 塔尔在制造票号之时 将票号进水后 带上了自己的丝印 带票号干透 丝印就会消失 唯有再次进水 丝印才会显现 只有有塔尔丝印的票号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伪造的 伪造票号的人应该是拿了苏氏布行的印章 但大方的印章从未丢失 那伪造票号之人 就是另一个拥有印章之人 此时的苏文心内心慌的一批 大家的目光全部看向苏文心 官爷拿过苏文心的印章与塔尔的对比一下 立马让苏文心跟他回衙门 苏文心急忙向官爷说明情况 苏文心指控塔尔不守复道 不仅自行招训 还涉足不属于女子的布行 他只是想教训一下而已 苏文心一口咬定这是他们的家务事 官爷也不好管的 宁毅立马站出来反驳苏文心 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但苏文心此举属于扰乱市场 根据五朝律法至少要判三年 官爷立马将苏文心拿下 情急之下 苏文心拉出孙二虎背锅 孙二虎正想指控苏文心时 被苏文心打倒在地上 苏文心赶紧让官爷带走这个家贼 塔尔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就没有再揭穿他 回到苏府后 苏仲堪当着老太爷的面 狠狠地教训了苏文心 还要上家法伺候 其实就是想让老太爷饶了他 宁毅不想再看他俩演戏了 从地上拿出一根包姜的藤条 哎呀 全是道刺我攥着都藤 你别发太大的火 意思意思 打他个五百罐 别伤了身子 没办法的苏仲堪 结果藤条只能硬打 宁毅在回儿房的路上碰见了老爷 这让宁毅想起了那天晚上 打他的幕后之人 宁毅下的不知所措 第二天一早 宁毅又向小禅打听了 他和老爷之前的恩怨 宁毅慌忙跑回屋里 收拾行李就要离家出走 随后看到床头老爷 派人送来的屈文箱 闻了一下头鱼目眩 宁毅以为是老爷 给他下的慢性毒药 而且从耿护院口中得知 上次去新门驿馆 是老爷命耿护院带他去的 如有不轨行为 就让耿护院把宁毅当场处置 宁毅听完拉着行李箱 要出去闭一下 并让耿护院一定替他保密 老爷 护院从家里跑出去了 知道了